朋友们欢迎来到赵理说事 这一段日子以来 由于俄罗斯前特工被暗杀的事情 世界各国都驱逐了不少俄罗斯的外交官 尤其是美国 不单宣布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 还宣布关闭了位于西雅图的俄罗斯驻美国领事馆 而且命令下得很急 要求俄罗斯的外交官们 几天之内就不允许在那个地方再办公了 到4月25号就得全部搬走 就在外交官们撤离了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之后 当俄罗斯的国旗还高高的飘扬在这栋建筑物上之时 美国的执法部门悍然的撬开了门锁 进到了领事馆中 这样一个行为 俄罗斯是非常愤慨的 俄罗斯外交部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了 维也纳外交公约 针对这样一个行为啊 有很多网友也分门讨论 有的人说 按道理讲 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使领馆 似乎是被认为这个国家的领土的 也就是说 俄罗斯在美国的使领馆应当算俄罗斯的领土啊 那么美国悍然进入算不算美国侵犯俄罗斯呢 算不算美国对俄罗斯的战争行为呢 我跟大家讲 这里还真是有一个法律上的问题要理清一下 俄罗斯的使领馆坐落在美国的领土上 虽然是外交机构 但是这一块领土也算是美国的领土 并不是俄罗斯的 即便有的网友说 比如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购买一块土地 在这个土地上建设了我们的使领馆 这块土地是归我们中国政府所有的 这算中国的领土吗 也不算 大家可以想想 美国是土地私有制的 任何一个中国人 只要你有钱都可以在美国买一块土地 我们只可以说 那块土地是属于你的 但当然了 那块土地也是人家美国的领土 那么使领馆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有的 虽然使领馆的领土还是所在国的 但是一般而言 在维也纳外交公约和领事公约的框架下 但是大家都默认 使领馆之内的司法管辖权 是让夺给另一国的 也就是说 俄罗斯驻美国的使领馆 领土还是美国的 这里面的司法管辖权是属于俄罗斯的 没有俄罗斯政府的允许 任何美国的执法机构是不可以进去的 今天美国在全球各地都有它的大使馆和领事馆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有很多核枪实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是保护着它的使领馆的 没有美国政府的允许 所在国的官员也是不可能进去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要理清两点 第一 在这个事情上 美国政府是有错误的 你违背了外交公约 你赤裸裸地打了俄罗斯脸 而另外一层 那个领土真是美国的 这不能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战争行为 其实啊 这已经不是美国官员第一次闯进去了 去年 美国政府就宣布关闭了 俄罗斯驻旧金山的使领馆 俄罗斯的外交人员撤走之后 美国官员也闯进去了 他们还每期明月说 我们是来检查检查建筑 检查检查俄罗斯人有没有真的撤走 到今天为止啊 俄罗斯在美国的使领馆机构 只剩下三个了 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 就不断的有人质疑他 他通俄 是普京帮他选上来的 所以啊 他就得与次三番 一次又一次的关闭使领馆 驱逐外交人员 派美国执法机构进去 一次又一次的狠狠的打俄罗斯脸 打给谁看的 当然是打给美国老百姓看的 他要告诉美国老百姓看到了吧 我跟俄罗斯不太好 我跟普京不熟 要不然我能与次三番的驱逐他的外交官吗 所以我们相信 随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的到来 类似这样打脸俄罗斯的情况 很有可能会继续发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